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北大小事 你我关心的事 我是主持人李云珍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台北市议员雀梅沙 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 我首先要介绍我们今天两位帅气的来宾 首先介绍第一位是我们赶露的燕 反独辅导经理李仲阳 李经理 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帅气的会长 是我们内湖区明湖国小的家长会长吴正宏 同时他也是我们台北市国小家长联合会的副总会长 正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其实我们今天找到了家长会长来 然后又加上赶露的燕 我们听到赶露的燕这四个字会有点浪漫 我们等一下来讲为什么叫赶露的燕 可是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 他又讲说校园好毒吗 渗透校园的毒品危害 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赶露的燕 一定是要来跟我们讲有关于毒品 现在有多严重 而且呢这关乎到我们家长的想法 对不对 尤其是我这个女儿今年刚好要上小学了 你开始紧张了 对 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以后 就开始紧张说 我们以后这个家长对于小孩子 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不能让小孩子误入歧途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请我们这个经理 我们李经理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叫做赶露的燕四个字呢 谢谢 追赶的赶 然后会迁徙的那个大燕的燕 所以我们自比为赶露的燕 是因为我们不单飞 我们一个团队 专门是在做从事反读教育的这个团队 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加入燕群飞的话 它可以提升一个一定的效能 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 一只燕它可以飞100公里 但是它如果加入燕群飞的话 它可以飞到175公里 所以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无毒的家园 所以我们朝这个方向 并且有一个团队来执行 而且这个速度要更快一点 是的 这个疫情太重要了 现在毒品喔 泛滥的情况真的很严重 而且最主要是竟然深入了小学 听到小学小朋友怎么会染上毒品 对 而且年龄层重已经下降了 是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找来这个 却议员来跟我们来打打 讨论一下这个危机市府的问题 对 因为你最专注的议题 就是关于校园安全这个部分 尤其是学童的部分 所以您是不是手上有一个数据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台湾去年查记毒品的案件人数 有六万人 而这其中有两万七千多人 已经入肩服育 刚刚我提到整个年龄层重已经下降了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 你就会被引导去 这个不小心就吃了毒品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毒品犯罪 仍然是现在我们台湾区 主要的犯罪形态之一 那现在整个一个贩毒的黑手 往国中国小去校园入侵 那这个是社会大众要共同一起来关心的 然后我们要政府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要这个贩毒 那我想行政院也有很多的一些数据 等一下我们也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林全院长 林全院长他有宣誓 这个新世代要反毒的策略 因为现在国中国小生 如果有接触毒品的话 他影响的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当然最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语 就是吸毒一试尿布 吸毒一试尿布 拉开一试尿布一试 对不对 就是穿着尿布一试 这对于小朋友来说 真的是我们要从小就教育起了 所以林全他是用了四年百亿来打击毒品 而且这真的一辈子就毁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他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有一个小学生 他本来很乖 然后上了国中之后 出来他妈妈发现他整个品性大变 然后学业也是一落千丈 后来觉得很奇怪 花了很多时间终于验出 他身体有毒品反应 原来呢 他是喝了同学每天免费请他的一杯珍珠奶茶 好可怕 对 他在珍珠奶茶里面放了那个毒品 对 是一杯毒珍珠奶茶 你真的不知不觉中 这被诱拐 这个揽上毒瘾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例子 然后后来 其实家长花了很多力气 去要让他戒毒 可是这样进进出出反反复复 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导致到一个正途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反毒做在前端 对 然后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 那刚林权院长他是宣誓说 我们这个反毒预算无上限 无上限当然是好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到底政府目前做了什么 有效的反毒的政策 那还有缺少什么 所以我首先请教那个李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目前政府有哪一些有效的反毒政策 那从你的经验中 到底还缺少了什么 是 政府有一番的美意 那我们看到今年的毒品的茶货量 的确破了新高 对 据我了解到八月已经超过了1200公顿 去年一整年我们也不过茶器了600公顿 已经很多了 你想想600公顿那个多少的学童孩童 他们会去吸食 那今年的确他在这个方面呢 茶器了非常的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凡事如果能够从教育着手 是 从宣导着手 我们再加深再加广 再把这个反毒的力道能够 让它厚度能够够实一点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有效的 对 否则的话在后端的茶器以及戒指 通通都是比较高成本 反倒是反毒 其实那你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 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个是我从事这个工作 多年以来累积出来的经验 对 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从教育着手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现况 现在安非他命类的毒品滥用 还是有攀升的现象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我小时候在国小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安非他命 你看已经过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它可能都还在 安非他命还有K他命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听过了K他命 这个毒品的使用者真的很多 而且现在最恐怖的是 它是用精美的包装 新兴混合式的毒品快速的窜起 而且你根本分不出来 等一下我们会 对我们等一下下一part的时候 我们会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毒品 跟包装精美的情况有多严重 再来是用毒品的新生人口下降有限 然后再来是青少年级 校园毒品查气的效能不足 其实呢刚刚我在这个之前在化妆的时候 有跟李经理稍微聊了一下 有讲到说每一个家长他知道小孩子吸毒 知道小孩子吸毒平均的年 的年份大概是四年 四年后小孩子吸毒四年之后 你才知道小朋友吸毒了 这数据太可怕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李经理跟我们分享 其实这个我们不难去理解 如果我们有小孩的人 大概就知道说 你的小孩跟你距离有多远 可能从年纪小的时候 他可以什么话都跟你说 可是上了国中 他可能什么话就是选择性的跟你说 到高中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跟你说 那这个不难察觉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做个坏事 一定都有 那我们爸妈知道吗 其实他不知道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 只是我们一个稍微简单的去量化 因为我们接过了很多个案 他说李经理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小孩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的小孩现在在警察局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吸毒 我说你小孩几岁了 他说19岁 我说吸什么毒 他说阿非他命 克他命很多 那后来我们跟这个小孩子斜谈 面对面谈的时候 我说因为这个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我就跟他说 现在是怎样 是好奇心什么事 其实对不起 我就说你是比较小 我给他抓到好 因为我必须要跟他对话 才能够他 他能够跟我 跟那个同力心的孩子 对对对 那个是一个基因 对我了解他们的那个 这个讲话的语言 然后他就说 哎呦 其实我15岁就开始用了 15岁 那最小的年龄呢 不是他 他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 他就跟我讲 其实我15岁就用了 那他的妈妈打死都不相信 真的 他说我的小孩很乖 我的小孩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的小孩不可能 他一定是被带坏了等等的 那我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说 我们家长跟小孩的距离 还有我们政府跟市场 这些毒品市场的距离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定有一个距离在的 那非常感谢两位重视这个议题 也让我有在这里能够代表我们的协会 以及我们想要唤醒我们全民的反毒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非常感谢两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个数据 这张图表我们看得到就是说 按照行政院 他毒品防治的一个策略的报告来看 现在整个一个学生滥用药素的人数正在减少 105年学生药物滥用通报有1006年 较前一年减少743人 然后下降幅度达42.48% 那学生他在适用毒品的种类 仍然以第三级的毒品为主 那我们要讲一下什么叫做第三级毒品 比经理第三级毒品 第三级毒品现在就是 我们听过的像克他命 现在最多的就是克他命 他第三级毒品它就是说你在一定的 就是你持有在20功课以下 你不犯刑法你只有犯行政法 你只要参加讲席 你只要参加这个罚款 你没有刑责 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去规避他 因为这个第三级 甚至有的毒贩会跟小孩说 你这个又不犯法 因为只有第一级第二级 你必须触犯刑法 第三级以下是行政法 他们就认为这个叫不犯法 这个叫适是而非的理论 的确他是违法的 但是他告诉小孩说 这也没犯法 这没关系 大家都在用 所以第三级毒品 他就是拐用 拐又拐 又补 又补 美化他 美化他 合理化他 食品化他 然后他又补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面对的真的必须要 我们必须诚实面对 这个数据我不相信的 什么105年这个下降 对 就是有专家学者说 其实这就是冰山的一角 还很多 这个我这个肯定 这是政府给的官方的数据 连爸爸妈妈都四年后才知道 对啊 更何况是教育局 你相信吗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我很难 很难接受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导 他说专家学者有去真正的去研究 他说其实这官方给的数据 有通报的 是冰山一角 很多都是under table 大概差十倍 比如他通报只有100人 可是实际吸毒人可能有1000人 可能有差到十倍 因为你的意思就是黑数很多 黑数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黑数的问题 这个我们自己要检讨 对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机关 我们的教育单位要检讨 对 那我们所以我们要请 这个会长来给我们讲一下 他说校园内的那个用读有下降 那以这个会长长期在教育界 你的观察呢 校园内的状况 这个 这个学生被 诱拐去用读的情况 严不严重 其实 我跟你今年的想法一样 我觉得 他的数字不可能那么低 那当然就是说 用读的他的 他是严肯的 各种功能有很强烈的 在他强烈的地方 他可能屏面的他可能 今天在他朋友家 或者是在他 今天有可能是 就是网咖KTV 甚至其他的不一样不同地方 他都有可能用到 或者是朋友同才之间 有一种就是说 叫他说要试试看 就跟李静刚刚讲的一样 这个东西没事 20公克以下不会被关 也不会有什么事 试试看不会怎么样 那再加上很多种不同产品的包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那当然我们家长在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在这一块 我们在学校的部分 我们只能跟学校通力合作 然后透过宣导的方式 我们能够让不管是学生 还有最重要是家长 刚刚讲的 家长可能到最后才知道 小朋友是吸毒的 那我们要告诉家长 你要去了解小孩 然后在他你所有的经济 给他的一些零用钱 可能要去了解他的花用是在哪里 我觉得在这一块 才能够做一个初步有效的一个管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其实会长有讲到这个数据 对 一般小朋友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第一次使用毒品 这是由联合报的运情工程 来去做的统计 发现在家中 在自己家里 百分之三十六 同侪家中 百分之二十 学校百分之十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地方 几乎都是在同值性很高的 很高 而且大部分都是同学之间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调查 有六成七的学生 其实都是因为好奇心而常毒 不是他自己知道这是个毒品 他喜欢 而是因为好奇 那真的是应验了一句话说 好奇心啊可以杀死一只猫 好奇心啊带着学生进入这个深渊 那刚刚我有提到这个一杯毒奶茶 这个让一个学生转变了 好好的一生变成进入了一个深渊 那这个例子我知道李经理你也知道这个例子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析一下 后来到底怎么回事了 这个案例是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 他这个国小五年级的同学 在他身上居然被验出四到五种的毒品的反应 国小五年级 四到五种 四到五种 因为现在的新型毒品 它吃了那么多的毒品吗 是的 现在的新型毒品一定有一个特性就是交叉使用 交叉使用 对 你修改一个化学室 它就有一个新的作用出来 所以在这个毒奶茶里面 刚刚是奶茶 这个真毒奶茶里面 它包含了四到五种的毒品 包括甲基安非他命 类卡西酮 以利免以及MDMA 所以这个小孩子大家吓死了 一个小孩子身上会有这样的毒物反应 他到底吃了什么 原来他是去打篮球 因为小孩子妈妈我去打篮球 你会觉得 nothing 那是很正常的 对 那一天他去打篮球的时候 因为他家的考试考不好 那爸爸妈妈说了他几句 他一样去打篮球的时候 他心情就不是很好 那操场上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大哥哥吗 对 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太好 来我这边有个东西你拿去用 用了之后你心情肯定会变好 所以他就好奇了 对 那这个大哥哥 常常跟他在打篮球嘛 他觉得说这个哥哥不会害他 对 而且是一个奶茶 你如果你看到两个年轻的小孩 在7-11外面 那个座位区那边喝着两杯奶茶 你会觉得有什么 不会啊 你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吗 完全不会啊 他两杯两咖啡不会有什么异样 那这个小孩子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那第一次他喝 真的他心情变好 接下来他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就去篮球场找那个哥哥 所以他们说新兴毒品尤其可怕 因为他成分不明 来路也不明 而且都是很用很劣质的毒品 去把它混合在一起 交叉使用 交叉使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学生的健康影响 后座力是更大的 对 所以说到这个心情毒品 我当然想要看看心情毒品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到底藏在什么样的东西里面 让人家就是受到毒害而无形呢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关心 以上是记者哨庭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募集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在这买东西 一些下来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方便一下子迫害的被子 请务并排停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校园是不是真的很毒 渗透校园的毒品危害 因为呢 现在国中小学有很多的小朋友 对 他们都深受毒害 而且他们是深受毒害于无形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到底有多么无形 不过在看多么无形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可能以往办理的 反读宣讲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讲述型的 那可能对学生的吸引力 没有那么强烈 那但是透过今天用3D影片的方式 其实有给学生一个很强烈的身力其境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有透过真实的案例 那我觉得其实 特别是这边的孩子身边的人可能比较单纯 那他们真正看到一个经历过毒品的危害 然后再重新站起来的人 我觉得对他们的生命来讲 以及对这个反读教育的宣导讲是相当有用处的 我觉得对国中的孩子会有强大的震撼力 所以会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办下去 看到这个学生这个样子看来真的很心疼 所以我们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 他们会沉迷在吸毒当中 我想先请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请郑宏会长 到底我们学校还是家庭忽略了什么呢 我们家庭呢有很多问题 包括是说他跟隔代教养 或者是离婚分居等等父母亲的问题 而造就了这个孩子疏忆照顾 但我觉得在整个很多不同的背景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是说政府他做了什么 我们从政府从90几年 都有推广一个纸椎花运动 他大概是从一个宣导清查 最后就是辅导三个阶段来做这个整个运动 那当然这不是只有教育部的工作 因为这是从教育部推广的 但我觉得在反独的部分 其实他必须要从教育部 卫福部 法务部 甚至我们在内政部的一个警政署 我们必须要通力合作 然后组成一个最有效果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单位 我觉得这一块才能真正落实 把整个资源统合之后 落实在整个反独的部分 是的 那李经理你的看法呢 现在小孩的压力 其实不比我们大人来的小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他们的快乐指数 还有他的幸福指数 还有他对于未来的 所谓的希望指数 我觉得现阶段的小孩偏低 偏低 比起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可能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比较无忧无虑 可是现在的小孩 因为知识太爆炸 他随时透过网络 网记网络 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东西 你说拉K一时尿不一时 你说这是真的吗 他会怀疑 因为他意识抬头了 小孩子自主意识抬头 他会去思考 我同学在用他并没有爆尿布 所以你们这是骗我的 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 叫做信任感的问题 我们的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信任感 家庭跟小孩之间信任感 学校老师跟小孩之间信任感 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信任感 我觉得是很缺乏的 那在这样子的绝望度 或者是我们讲幸福指数找不到 那我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躲进去里面 就这个东西 他会让他暂时有一个抽离 因为现在压力太大 我想要抽离一下 就像是有些时候 我们会利用一些其他的事情 譬如说我可能会买手在一个工作里面 我想要抽离 我想要离避开一些事情 可是小孩子可能没有我们这样的成熟度 跟分辨的能力 我们知道那个不能碰 可是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觉得他们用这种方式来逃避他们的压力 是逃避他们的可能不快乐 他们的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可能是家长给的 学校给的 甚至我们的环境给的 甚至于知识性的给的 霸凌的问题很严重 校园问题 其实跟毒品的问题都是牵扯在一起的 对啊 所以刚刚李经理也提到 我们必须要从教育着手 我觉得是从教育着手 家长要有一个联合起来 然后好好来辅导这些孩子 来疏导他们的压力 而不是去尝试这些新兴毒品 所以我们协会就一直在推动这个叫AGP专案 这个专案是目前在全国在推的 我们跟世界其他七个国家一起在联合 在做这个专案 他是取上天之爱的意思 阿嘎佩 那他同时也是一个 对同时也是一个 它是做反读教育的一个利器 他是用高科技高成本的方式 来听取下的意见 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对 我们的教育需要改变 我们不需要听话的小孩 我们是要能够对话的小孩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 当你跟他能够建立对话的机制的时候 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迎面而解 不管是霸凌的议题也好 不管是吸毒的议题也好 毒品真的他无所不用其其 想要进入校园 那但是我们只能做防治 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一场战争 李经理讲的不要从教育着手 所以其实梅莎在这个上次上个会期的总资讯的时候 我就收集很多资料 那也跟柯P市长做了一个总资讯 我希望能够教育局还有各单位能够有一个平台 好好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多头马车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反而我觉得我们失去的第一个时间 能够把这个孩子导入正途 在那个过程中我问了柯市长 去分辨这些新兴的毒品 一些零食啊一些咖啡包 连市长他其实他自己都分不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现场就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梅莎议员之前在议会拿出来的就是这个 大家来看一下 来那个郑宏会长 你分得出这个阿华田 这个珍珠板上的这个是个毒品 是警方查起 被查获的 那你看这我们真实的阿华田 只有他这个这个地方好像有这个 可是一般孩子不会去注意这么多 没错 对呀然后大家看这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统一科学片 是 长得一模一样 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你看他外包装看起来几乎一样之外 他上面还写含笑半布巅 对呀 因为就是那是周深奇的电影嘛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很有趣很可爱啊等等的 好像是一种时尚 对而且吃了以后一定很好玩啊 有这个含笑半布巅的效果 所以就是刚刚说的新兴毒品 他们的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散播 对 然后除了这个还有梅子粉 我们每次吃那个 芭蜡 都会沾的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啊 你如果同学说我们来吃芭蜡 然后梅粉打开你沾 你根本也不会去好好的说 他到底是真的梅粉还是毒品 在这个新兴毒品上面 他们外包装还会有一点不同的 南部草根性比较强的地方 他就会写漂白珠寒 我写一条龙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就比较吸引南部的小孩 那北部的小孩当然就是你用英文 你可能用LV 可能用双C 可能用信念 可能用truth 甚至用love 这些字 北部的小孩就比较吃这一套 对我想说这个金星沙 巧克力你就是一模一样啊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旁边还有雷神巧克力耶 可是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是把这个直接放上去了 不是不是 这是在警察局查获的 好 你看新贵派 也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果冻 因为你看 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很爱吃的果冻 很爱吃啊 一模一样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被幼拐吸毒的年龄层往下降 就是因为无形中这些零食 它是新兴毒品制成的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零食 我们现在现在的感觉是说 看到这个零食 等一下我请你吃一颗巧克力 对啊 我就帮我拆开开始吃啊 这么熟的朋友就打开就吃啦 对没错 然后包括像科学面等等的 然后而且又是你最信任的朋友之下 很容易就会拆开就吃了 而且他们一开始啊会先送 送你不收钱 然后等你染上这个毒瘾之后才开始贩卖给你 其实经理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案例 当然我们学会是一方面在做戒毒的工作 那一方面从戒毒村里面培养一些人出来贩毒 那案例非常的多 很难跟各位一一的诉求 那就讲那个果冻好了 我们有一个伙伴 他就是果冻的受害者 他从同学就拿给他了 他就吃了 他吃下去之后12个钟头他没有意识 也就是说这12个钟头他做了什么他不知道 这是最危险的 所以那种随机杀人事件 各位有听过吧 用药之后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在路上你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这类的毒品 他直接攻击的是我们人类的大脑 他可能不是攻击肾脏肝脏 他直接攻击大脑 他使大脑无法正确的接收到信息 所以当你在告诉他说不要吸毒 不要吸毒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听进去了 因为他的大脑受损 我们协会有一个小弟兄 他就是才二十几岁 他十几岁就开始使用这样的类型的毒品 他到现在必须每个月都到医院去定期 施打一种长效型的多巴胺抑制剂 因为他的大脑永远的受损 不可逸的受损 他随时随时可能就随时分泌过多 要不然就是随时没有分泌 因为他的大脑受到损害 所以这孩子的医生的前途就毁了 非常困难 因为他攻击的是 这类的毒品攻击的是人类的大脑 这个是联合国毒品犯罪预防调查办公室 向东亚地区发布的警讯 刚刚一门有提到 全世界有多少 已经680几种了 你知道台湾只有管制几种吗 23种 680几种的毒品 可是我们只有管制23种 所以还很多你根本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连急诊科医师都没有办法分辨 你送来医院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办法救你 台湾已经面临这样子的世代了 那如果这一类的毒贩 他们用心处心积虑的 想要把这个东西放入到校园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处心积虑的 更用心的来做防治 所以这一些厂商 我觉得你们要出钱来做防治教育 因为这一些毒贩是在攻击你的产品 对呀 那你们是不是 拿一些具体的东西来反制 所以他们也是企业化经营这些毒贩 不然他们怎么可以 连这个外包装都做的一模一样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想想看 要做出这个东西有那么简单吗 还有包装的讲究 还有行销策略 管道 通路等等 它是企业化的 企业化在进行 不管是透过市场 透过网络 透过云端 透过APP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生存的法则 但是他们是真的非常用心 政府才要更强而有力的 所以真的有到防不胜防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从家庭做齐 对不对 会长 其实在这一块 我刚刚就提到了 其实说我们在家庭的做齐 在这一块 特别是我们家长会 我们在这一块 其实从 如果在今天从教育局到家长会 然后我们可以再影响更多的家长 让他们了解到这些细节 这些毒品 不是说我们透过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资讯 来自于LINE的群组 脸书的散发 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是 没有很完整的资讯 它必须去透过我们 像类似我们协会 它可以进入校园 对付母亲 讲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从防治到最后 不要担心 我们有个很好的机制去做辅导 那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方案 我们请你们一下 帮我们做一下结论 对啊 所以我是要求这市政府啊 要由市长来当召集人 然后跨局处的来做整合 然后教育局 因为学校这个校园进入 这个有这个毒品渗透很严重 所以由教育局来成立一个联络的窗口 然后不管是警察局 卫生局 社会局 那最重要呢 我觉得还有要从法院去 对于这些贩毒 还有制毒的人 要严惩于这个法 不是这个轻轻松松就让他过 所以未来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好好的修法 对于这些贩毒跟制毒者 要严惩他们才行 所以我觉得 我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就希望我们孩子能够 健康平安的长大 然后对啊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那你说没有健康 没有平安 什么就都不用谈了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猖狂的校园毒品的泛滥 我觉得我们家长还有政府都责无旁贷 那梅莎也会在议会 持续的监督这一块 来守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和幸福 所以守护而好的健康 梅莎与你同在 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台北大小事 回家要好好的关心自己的孩子 我们下期见